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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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之前有提到了大家要去注意的主力位置在这里 支撑位置在这里对吧 而在昨天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这个波动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目前的这个比特币都还是位于这个位置 测试了很多次的主力位在这里是一直没有突破的一个主力位置 接下来如果它是有再次的下跌去测试这个支撑位置 你可以在这里去找机会哦 我觉得在这里是一个很不错去找一个做多的一个机会 只要说它接下来有一个假跌破啊收盘回到来上方 就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也就说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将会在这一个位置进行震荡 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好来到比特币的一小时图你会看到比较多的机会 那有什么机会我们先画上这个趋势线 那你看我画上这个趋势线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是什么上升三角形对不对 它已经是跌破了哦 如果说它接下来跌破了也跌破前低的这个支撑 那你就要留意了 它就是说接下来继续下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如果它一直在中间的位置不断的震荡哦 并没有出一个方向的话 那其实也是很难进行操作的 因为在这一个区间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操作机会 最好的是它直接挑战啊挑战这个支撑 然后获得支撑接下来再继续的反弹 那还不错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区间进行短线的操作 如果说它是一直在这个位置震荡的话 我们就还需要再等它出方向 目前它是已经跌破了这个三角形 我们来看这个三角形的目标价位是多少 你看它现在跌对不对 这里跌破了 那目标价位将会是在这里 这个位置就是我之前一直所提到的 如果你是要去操作 你可以注意这个支撑位很重要的 它跌破了这个三角形后 它也没有迅速的往下跌 而是慢慢的在跌慢慢的慢慢的在跌 所以有可能它只是在这里震荡 震荡了之后呢突破再继续上涨 那你就要留意这个阻力位了 这个阻力位置要是可以突破继续的上涨 那你就可以找机会逢高做空 你看在这里这个位置 如果它是可以突破站稳 接下来继续的上涨 我会找做空的机会就是在这里 这个区域 所以最好进行操作是在哪里 底部或是顶部 这两个位置是最好进行操作的 中间的位置不是说不能进行操作 而是它都是在震荡的一个行情 你看之前在这里震荡对吧 然后挑战底部的支撑 你在这里如果做到多当然是很漂亮的 之后它再挑战这个阻力位置 现在一样的就是还是在这里震荡 所以我们现在要等什么呢 等它出一个方向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户口 可以使用我币安的这个链接 去注册一个账号 有20%的返现 bybit有10%的交易费折扣 Bitget现在有抽奖活动100美金 今天会有抽奖 下一周也是有抽奖 好那我们先去看以太太 好我们来看以太币的四小时图 在四小时图它是已经跌破了 这个上升三角性了 这里是很强的一个主力位置 我在上一期影片就有提到了 而这里是现在目前碰到了三次的一个趋势线 那现在是跌破了 跌破之后有再一次的去探底 那你就可以去找机会 目前你看啊 目前从这里到到顶部的一个位置 你需要去注意啊 因为0.618 0.618 你看就在这个位置 1218 所以也就是说 接下来要跌破 那它将会进一步的下跌 注意前低的这个支撑位 前低的支撑位是在多少 给大家去看 1171 所以你要去注意啊 接下来它跌破了这个趋势线嘛 跌破了0.618 对吧 将会测试1171 你可以去拿部分的盈利 接下来要是跌破 就注意这个之前底部的一个位置 就是在1100 1100要去注意的一个位置 好我们来看以太币的一小时 你看这里 是不是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跌破了 收盘也收盘在下方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注意的 只是一个前低的支撑 在这里 你看这里 这里前低的支撑 而且又是0.618 只要它跌破 接下来将会继续的下跌 OK 所以如果你是有在这里做空了 你一定要设置好你的止损 因为现在 它都在中间的位置 你看中间这一个位置哦 是不好去操作的一个位置啊 你看 之前也是在这里震荡 然后也是在这里震荡 现在都还是在这里震荡 所以不排除说 它还会再继续的震荡 很多人就说 那我可能今天的分析 很像说了很像没说一样 主要就是现在行情都是震荡为主嘛 所以设置好你的止损就可以了 台湾的朋友们要注意哦 因为我要去台湾了 那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个见面交流会 可以填写这个表格哦 填写了表格 我的团队将会跟你联系 位置有限哦 马上报名 我们下个星期就见面了 好那我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的点赞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niki带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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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NikiDNF 大家一起飞 niki带你飞 加入NikiDNF 大家一起飞 拜拜